回来讲一下另外一些东西 Benz和福士 即是两个市 他们现在都压重注到有钱人 为什么我说他们压重注到有钱人呢? 就是他们会减少那些便宜的汽车型号 入门版的Benz 应该就会收了一些入门版的Benz皮 好像A-Class那些1600cc那些就叫他们收工的了 应该A-Class都会 最便宜的A-Class都会加回一大部分价钱 譬如现在你可以买到的 在外国A-Class 入门版没有皮座 CC又很小 锣色很粗 粗版的A-Class在外国都能买到 但是根据Benz和福士 即是大众的公告 看上来他们就会改变了一个策略 他们就压住在最高端的汽车那里 尤其是Benz Benz他现在就会做回Maybark Maybark那里他就会再做回品牌 看看能不能做到 但是当然了 如果你看回他做Maybark的历史 其实就不太行 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不太好 现在看到一个情况就是 有些人要搞欲望经济学 欲望经济学就是 the economics of desire 令到人有欲望去买最贵的东西 Benz就会专注在最高端的汽车 那就是他的目标就是如何呢 去到2026年的时候 Benz最贵的车款 就会占他们的销售 那个量呢 就要大幅提高 那么要提高到 现在我看得到就是说 要升到百分之六十 就是要上升百分之六十 2026年 还有呢 他们那个 利潜呢 要提高到百分之十四左右 那么 那些高端的 当然包括了大宾 就是GWagon AMG 还有这个Maybark 或者Myback 看看你们怎么读 还有呢 就是EQS EQS就是电动的S-Class 他就要最高 但是 其实S-Class 这款车呢 过去20年都没有加过价 他加不了价 就是个事实就是 那些人呢 现在都不是真的说 会买S-Class 就是我自己看得到就是 就是 根本过去20年 他实际上 那个银码是没有加过的 那么那个银码没有加过的话 其实就是证明了一件事 他没有能力加价 因为市场的需求 实在太少了 另外你说 EQS那些 是不是真的可以 就是令到那些人买回Benz呢 现在是打个文号 Benz也会 弄另外一个品牌 叫做Methos Methos 这个品牌 之后会怎样呢 他说呢 会和这个法拉里 的Arcona 系列 和那些GT波子 就是GT4 那些911 那些竞争 那又行不行呢 很怀疑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他就是 看中了中国的市场 就是那些人很有钱 也是看了欧洲的财富 有钱的人变了很有钱 空日 其实当然 没有办法上位 现在的情况 北美洲 其实也是这样 现在他看到 就是经济体的财富增长 中间的人 也是少很多 事实就是 深水埔倒棍 油价高 油车必然 高端 有点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然 因为 现在的晶片又短缺 他能够做出来的车 是有限量的 他和 可以短时间 将盈利水平 推到一个新高 所以福士也是想这一件事 其实他们也是做大量的 就是价钱比较高的电车 便宜一点的车就没有人做的 就是他们现在的德国厂 因为那个晶片短缺 零件短缺的问题 当然 有其他问题出现了 事实上 这种做法是不是会 令到他们 真的赚多很多钱呢 德国的股市 有个情况 不是很卖账 如果 当地的市场就是 为什么会 不卖账呢 其实那些人就很简单的 就计一计 如果你不做低端一点的生意 究竟你不做低端一点的生意 你能不能够 保持盈利呢 现在有些分析师就说不行 如果你 将那个市场定位 就定到市场的最高端的时候 如果最高端出了问题 当然 他们现在的看法就是 最高端是不会出问题的 最高端一定没有问题 但事实上 是不是呢 事实上 我的看法就是 现在去到最高端的时候 都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 肯花很多钱去买车的人 有很多是新富贵的人 还有 有钱的人 会不会突然之间变成没有钱呢 不是全部都会 但是有些是会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过他们 现在就将大量的生产线 就扔了到最贵的汽车那里 那问题呢 我觉得短期就可以了 长期就应该不行了 深水埔倒棍就说 EQS反应好像一般 其实我的看法就是 整体来说 这个策略是不行的 因为你去到一个高端的市场 它有其他竞争的 现在有钱的人 很多人已经不买Benz 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 直接一跳就跳了去奔利 即是大众品牌 一是奔利 一是Lose Benz 从来 在S-Class来说 都是失败的 严格来说 S-Class 和Lose 和奔利去竞争的话 其实是 不太行 如果你要用一个投资角度 譬如我们这里有些德国蜂友 那你说会不会 现在将钱投入去买这些汽车股呢 因为汽车股其实是这样的 他们的利润是创纪录的 所以他们升了很多 现在他们想的方法 就是会不会再升更多 就是专注在有钱人的市场 就有可能再升更多 其实就 不是很轻易 我的看法就是 大众现在都会减少车款 他都说了出来 就是 专业做一些有利可途的汽车 那么深水埗倒棍就说 Lose Cunderland Cunderland 那个其实是 都挺能卖的 虽然看起来 有些人就说很肉酸 但是它是能卖的 这些车是 那么 看到那个情况 就 股价就 下跌了 这个市场 其实是不相信这个策略的 现在看得到 就是对于福斯和Benz的策略 市场是不买账的 那么 那么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我认为呢 其实市场有些事情都看得清楚的 就是 你要做到一个量的话 你专注在最贵的市场 是做不到的 你那个利润没错 可以是很高 但是呢 那个竞争其实都很大 你要做很多花生才可以赚到有钱人的钱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赚的 有钱人的钱 那么 那 朱永生就说 CNN果然关注中国教科书 说中国抵制西方影响 搞内容审查 我说的事情给大家听 所以我就一早已经预计了 其实我一早预计了 所以才说大家要小心一点去说 但是 当然我们人为年轻没办法 因为当你一了到去 星条图案的三的时候 我告诉你 其实那帮自媒体的人 是很可耻的 有一帮我 觉得根本就是要搞乱现在的局面 搞乱现在的局面 就是搞粗东西 但是我们人为年轻没办法 因为 我们现在只有七百多人听 根本是没有能力的 其实严格来说 那么另外 就是 欧洲品牌 如果选择 不做比较低端的车 那么低端的东西都要有人买 那么究竟 什么人 会可以 就是佔回这个市场呢 我 很粗浅的看法呢 我就会看好 国内造车的企业 国内造车的企业呢 他不会忘记了这个低端的市场 尤其是长城那些 就是他一定会有些资源 扔下去 我的看法是 比较下价一些的 或者中下价的市场 他不会放弃这个市场 国内的造车企业 而这个世界真的有需要 就是比较没什么钱的人都要买车的 其实事实就是 没什么钱的人的钱都是钱来的 事实就是 就是有些人就觉得 赚没钱人的钱又不是很轻香 但是 事实就是你要做有钱人生意 有些人根本做不到的 有很多先决条件的做有钱人生意 所以我现在的看法就是 现在你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在恒指 不是恒指 在香港上市的造车企业 或者如果你有买A股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这个 就是我觉得 Benz和大众这个 压住有钱人市场的策略 很快会搞到他们自己反逃 我操钱的看法就是 那么深深福岛棍就说 其实就是车好啊 好驾 又是车耐用而已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就说好驾 那我就不觉得了 其实我经常都觉得德系车好驾 不过我自己现在也是驾日本车 因为日本车用便宜些 其实就是 那么 那么 深水埗倒棍就说 有钱就负你难 我就兜里难 那一定有 这个是 那么 朱永生就说 德国政府又拿新疆人权来说 拒绝呢 为大众在华投资做担保 但是呢 大众都在新疆开厂 其实呢 大众就变相打了西方的脸 证实新疆没有强迫劳动 所以呢 德国政府呢 只能靠这种手段呢 继续嘔心中国 那其实他是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的 呃 其实 你说星条旗 如飞点评 我没有留意 如飞点评 但是我告诉大家 就是 他那个星条 是美国旗 你要看看他们 就是怎么做 他画了一大颗星 接着有几条文在 就是你自己去看看 那些国旗呢 就是很简单的 你看世界国旗 就是Flex of the world 有几多地方 都是有星和一条条的 你自己去看看 不是美国专利的 就是这个一定要说 就是 有些人就觉得 这个是 暗示 说要支持这个美国人 就是 坦白这么说 就是这样说 就是暴风捉影了少少的了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你不可以这样看的 就是 条状的国旗很多 其实你自己去留意一下 很多国旗都是一条条的 乌巴就是一个好例子 那颗星是很一颗的 那条状呢 当然是比美国人的一条条 就是 就是 那个情况 就是我 我真的不觉得 我说个认真的 说法 就是我不觉得 星条期就是代表美国的 就是 马来西亚都有月亮有星 还有有条的 就是 你如果有 就是留意一下 不同地方的国旗 你就会知道 这些很难说是什么的 就是 很难说是 就是 要崇崇美的 尊登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 那 好了 七彩纳月黑唯一解释就是 新疆被大众强迫劳动 那 我的看法就不会 就是 新疆是没有强迫劳动的 我自己 可以很肯定地说 因为 你看到 有不同的工厂 都会去新疆开的 其实就是 那 那 香港的 有星有条 就是美国 鶴伟小猫 只要去他 我不是特意的 你要明白 就是 其实 我们中国国旗都有升 你也要明白 那有一条条的 国旗 实在太多了 朝鲜那里 其实就是一条条的 那 就是 星条期代表美国 我就觉得很荒谬 就是 我到现在也是觉得很荒谬 我 我根本就不会觉得 是 这是一个合理的说法 当然我很粗浅 有些人说我不懂 那不懂就不懂 对吧 那当然 现在说回 Benz 和大众那里 那这个策略 股市不卖帐 那究竟 日本人会不会 乘虚而入呢 那这一件事 就要看看 究竟 你那些 人 究竟穷的人 之后会怎么花钱 如果穷的人 他们用些钱 去 轻量版的 好像之前我们给大家看 日产和三菱那种 电动车呢 那日本呢 暂时就看起来 有优势 因为 你要看那个消费者 究竟是想怎样 那消费者买一辆车 他究竟是不是真的 买来开长途呢 还是 就是买来 去买送呢 他买送的话 就是 好像三菱 日产 之前那种 小小的电动车 那种呢 就非常环保 第一样东西 环保 就是肯定的 因为那种能源呢 就很省 因为那种电呢 就很小的 那种电小呢 就不用拖住 那个重量到处去 其实电池 电动车呢 有个问题就是 现在有些人呢 就怕 那个续航力不够 我就不买 续航力低的 但是那些人 我相信呢 就会想想想想 就会知道一样东西 如果我开长途车 我租一架车 不行了 我平时 上班去买送的 我如果要买一架 就是开短途的 就可以了 如果那些人 是将那个 消费模式改了 是变成这样的话 那日本的车厂 就会有一个优势 因为他们做小车 其实是 不错的 日本人 那当然 长城他不是没有做 长城他现在有一个 好像他在内地 就是销售 就是专程说 是卖给女性的 一个品牌 又是跌小的电动车 但是 在外国 他们这个品牌 的电动车 英国已经推出了 但是 他们就不是 卖给女人的 就是不只是卖给女人的 所以 我很粗钱的看法 就是长城 它是有机会 会有一个突破的 接近 深水埗倒棍就说 中国微型电动车 应该无敌 这个就要看 50那些 有没有搞出口 现在出口很活跃的 其实就是长城 长城就是做得很厉害 莫叫姐姐就问我什么手术 下个星期跟大家说 下个星期五 我就不会做节目了 现在说回 不是这个 这个OK 下个星期五就不会做了 之后要休息多久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好了 好了 赞先生就是那些电动车仔 有个专名词叫老头鹿 那些老头鹿也不同 老头鹿那些通常是原酸电池来的 那些车很慢的 那些就跟日本仔那些有些不同 日本仔那些 他严格来说 他想高速也是可以的 不过问点 好了 来到这里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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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